桥文情侣庄的詠傑以及ROMO老師 哇 俊男 型男美女對不對 好 所以現在媒體大哥們呢 瘋狂的取景哦 我們都在後台尖叫了 怎麼可能 這邊這邊 謝謝 這也太巧了 對 這是一種好默契 真的啊 好 在中間我們把書 需要再拿書嗎 好 來 我們給你們看 我們 好 美女大哥ok了吗 还忘记拍没有漏拍到的啊 ok吗可以齁 拿个什么 食物 食物我马上做 非常快速好不好 等一下我们会现场做 一定要看那个美女示范料理啊 好啦 ok 那我觉得呢 我的特别来宾呢 Rachel老师 好来 今天我们站在正中间 好 因为他有默契了 我们今天特别来宾是我们的Rachel老师 好来 好老师再度出场 对好 还有一个就是比较少人知道他的秘密的一个这个头衔呢 他就是真的是一位美食料理家 他自己非常非常的会做菜 然后有一天呢我就想说我就是偏偏要挑战在家里做菜的时候呢 我要请Rachel老师来试吃看看 然后我想说一定要让这一位就是强骗了大江南北所有好吃东西的人 然后自己也很会做的人来吃吃看我的料理 然后来为我背书一下 结果有没有经为天人自己讲 其实那天去吃的时候 我是抱着你知道百分之二十的相信而已 对 因为看他平常也不觉得他应该会是做 就是在家里会下厨的那个 但是他是一个好妈妈 但是未必是一个 真的会做菜 因为你们大家也知道有很多 好我们让我们让永杰先穿一下围裙 好因为要做料理了 把围裙先穿好 把这个耳膜先戴好 然后待会就进行我们的料理示范 那非常会 非常会做菜的Roger老师呢 要在旁边做这个指导 好 好 好 待会 待会那个 我会在你旁边帮你听麦克风 好 好 现在 哈啰 好听得到我的声音 好今天我会示范两道料理 那一个呢 就是陪小朋友 其实这是我家小朋友非常爱吃的一道早餐 就是培根马铃薯起司 玉米薯条 好大家也都知道我的那个菜名完全没有任何的创意 就是跟着食材 把所有的食材呢都写出来 那通常人家会觉得说 可能吃薯条的话 其实薯条是很健康的一道 马铃薯是非常健康的一道料理 只是说呢你可能在使用的时候 油可能不要用的就是太多的部分 那我就用很简单的方式 然后把这个马铃薯呢 它也很快速就可以变得像薯条一样 可是完全不用什么油去炸它 好先把它要那个 好这样有味切菜 OK 其实在家做菜也不用强调什么糟工不糟工 真的不用 味道好比较重要 所以我们不要强迫自己去一定要把那个东西切到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你就会丧失 对 做菜的乐趣 你看到没有这个切 有 那个淀粉给它冲掉 这事实上它这边有帮 准备的是已经泡过水 OK 我都直接 因为我反正我都很快 因为如果像草培根其实没有关系 因为个人的口感草培根如果 也不用加这么多繁复调味料的部分 这样子 它是哪一个 应该是这个 对最高温 OK好 我们也给锅子切 完全没有热 对 好 刚刚 刚刚泳杰下的是盐 盐巴 就是在煮spaghetti的时候 就煮 不管你煮任何的这种意大利面 angry hair 或什么都 都下一点点盐巴 嗯 然后它会保持那个面有一点Q good 那如果 其实真正spaghetti 就是意大利面 应该要吃那个面心有一点点深 是 可是 angry hair 看客人口感 angry hair 比较难 对 它说怕分量不够 因为现场很多的朋友 我每次都觉得angry hair 其实很像台湾的面线 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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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它比 它当然 它的硬度 Q度 对 好 那我们是不是要烫 把毛豆等下你把它烫出来 好了 它真的热得很慢 它没有热耶 它发生什么事了 我们大家要吃生的培根吗 有热度了 可是就是有一点慢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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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在做料理的时候 如果像培根啊这一类东西 它自己本身就有很多的油脂 那现在大家想要健康 其实少一点 就不用再下油了 就直接像有的鸡皮里面也有很多油 所以我相信永远他们在做这一点鸡皮里面先朝下 我就先让食材的油脂 先把它立出来 所以会比较健康一点 有有有一点点滋滋声了 对终于听到一点滋滋声了 好 其实呢 其实培根也很快 培根把它炒香了之后 那我们刚刚的马铃薯呢 就是直接把它下下去 来 王志恩同学这次是你最喜欢吃的 嗯 因为我站的比较近 其实已经可以闻到那个培根有一点点 那个就是它的香气好 所以有那个熏过的香气 对有培根的香气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在炒马铃薯的时候 大家会觉得说 马铃薯这样子 其实大概五分钟左右的时间 然后你慢慢观察 马铃薯本来你看到的它的颜色呢 是白色的 然后你会慢慢慢慢看到它变透明的话 其实它就已经是熟的了 然后我们在那个时候 我们再下一点调味料这样子 好 那我们也同时我把它做一下那个 下一道菜的部分的话呢 因为下一道菜是天 呃 培根 不不不 干贝 鲜虾毛豆天喜面 好 那我们这个水等一下再等它开一点的话呢 我觉得面差不多了 好 差不多了 有情况 还好 可以 我们可以请工作人员 帮我把面把它淋出来 好不好 好 可能烫哦 烧烧 好 这也很火 这火是不是比较大 这火是不是比较大 把他关掉好了 好 好 你需要帮你把毛豆 好 我们把毛豆烫 好像太多了 对 二分之一 好 好 把他放一点毛豆下去 好 应该还好 好 然后我们呢 也可以把那个 就是这边呢 可以加一点点的水 这个 请问有勺子吗 我加一点点的水 我加一点点的水 这样会比较快一点 那勇杰的这个做法 其实是利用 那个马铃薯本台上面有的淀粉 嗯 那你可能各位就不需要再勾芡啊 或者是让它制造粘稠度 对 对 其实不需要再另外做任何的调味 对 其实像 芡粉这一类你也很少加 对不对 我现在很少用太白粉在做菜 大家都说好像太白粉 并没有那么的健康 它也是比较化学的成分嘛 对不对 对 好 然后呢 我们 其实通常在家里 比较搞刚一点的话呢 玉米的话可能就是蒸过的 新鲜的玉米 然后再把它切下来 再把它加进去 但是其实现在的玉米罐头也非常的健康 那我们就是比较省事的话呢 就可以用玉米罐头 然后再加一点玉米进去 小朋友超爱吃的 颜色也很漂亮 对啊 对 来 那我们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锅子 等一下可以把 哦好 你们帮我拿吗 好 好 这好像 好 半生 好 再聊一点时间 他在做这道菜 其实各位现场的观众朋友 你们如果有做菜 你们一定会知道 那个厨房是不是自己的差很多 对不对 差很多 就是你那个果肉啊 什么各方面 其实是有差别的 没关系 不行 我们给这个玉米署一点时间好了 对 玉米署啊 然后我们就是再把它打开 好 几个手 你给我这个奶油 哦看到了 谢谢 好 然后这一道 另外下一道那个天使面的部分呢 我会先用一点的奶油 然后来煎 来煎干贝跟虾子 好 谢谢老师 哇 你这个助手不错 真的 好啊 其实它很简单 它并不用怎么翻 其实是不是下锅煎虾子 因为虾子比较大干贝 干贝也比较厚 嗯 嗯 对 先让它一面都煎到熟香了 有一点点香味淘汰 有一点点叫做再翻 嗯 那才不会碎掉 对 这小朋友可能没有办法接受胡椒 但是我的 我有一个儿子非常奇怪 他是胡椒小子 他非常非常的爱吃胡椒 好 然后还是可以下一点点 好 我再偷吃看看 你没有闻到香味了吗 谢谢 对 其实我平常在家里做一些料理 是超快速的 好 虾子不错耶 还蛮挺漂亮的 今天这个虾子 那个海鲜的蛋白质 对 它就是那个水 像我会把这些水还是会流着 到时候跟面在做拌炒的时候呢 其实它就是一个非常天然的调味 对 各位千万不要把那个 那个来做sauce 来做 先底锅等一下再打起来 好 这样子 老师一起老师 真的一起 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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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好 那我觉得我们先把这道 这道可以了 然后最后呢 因为利用它的温度 我通常是在家里的 哎 这个没开 通常呢 我在家里呢 也会用那种 像是我们比较大调一点的那种 pizza的cheese 有没有 你可以把它撒在上面 然后你稍微放到 已经加温过的烤箱里 稍微只要烤个两分钟 或者是一分钟 让那个cheese融化之后 就会非常的好吃了 那其实今天呢 我就是直接比较偷懒一点 直接用它锅子的温度 然后把这些cheese撒上去 好 我觉得cheese的量 就是看个人喜好 cheese的量 就跟胡椒的量 是同样的道理 看个人喜好 你很爱cheese的话呢 我们就把它加多一点 更多一点 对 如果你觉得还好呢 就少一点 好 想来帮你照顾这个 好 谢谢 好 好 来 这个放这边 来 小朋友 嘿 你怎么这么眼熟啊 你是叫秋马的小朋友吗 嗯 我怎么刚好知道你的名字呢 哈哈 哈哈哈哈 哈 哼 好了 一盘到前面吗 我拿吗 这个好了 这比较漂亮 好,我们永洁的第一道料理已经完成了,是不是给永洁一个掌声? 好,现在媒体朋友们呢,拍摄我们永洁的第一道的我们的起司薯条 好,为什么小朋友总是这么诚实? 请问,这小孩的爸爸妈妈是谁啊? 爸爸妈妈是谁啊? 一直来闯镜头,然后一直说不好吃,要再吃一口,再吃一口 好,小B是刚刚没有串好,不管永洁阿姨煮什么都要说好吃,对不对? 还是有吃 妹妹说好吃,对不对? 自己可以吐出来,吃下去 来来来,转身过来,让你照顺一下 说好吃永洁好,一袋里面有同乐园 可以啊 妈妈呢,你想吃冰淇淋吗?冰淇淋比较好吃,还是薯条比较好吃? 爸爸永洁,妈妈说要把他们的小孩拉走,可以吗? 没有关系,非常的有细,而且他还是很淡定 对 你要不要再吃一个 一定要不要再吃一个 好不好 好 你家还是有啦 为什么两个小帅哥目前现在都立正这样好了? 好可爱 那妹妹,妹妹来,妹妹,妹妹你还要吃吗? 妹妹来 妹妹最同场的 对 那阿 弟弟也一直吃 喔好乖好乖 喔好好好吃 你看 吃到这样子 我们这个弟弟非常的丑用 来 那妹妹来滚,你还要吃吗? 好乖 妹妹好贴心喔 对呀 还是小女生真可爱 小男生就 小男生是淡定嘛,沉稳 那小女生天黑可爱 妹妹要吃 那这一排都给你好不好 好 那你帮我分给大家吃吃看好不好 好 妹妹来 好烫,对不起 好烫 好烫 阿姨,我们请工作人员来帮忙分好了 好 再帮我撒多一点起司粉好了 好 谢谢 哇,两个小子 好可爱 好,OK 好,那现在呢 现在剩下的部分都非常简单 我们再把锅子热了 然后刚刚 好,我们再进去第二道 对 刚刚有 有帮我拌一点那个橄榄油下去 对不对 对,就是我们面条捞起来的时候呢 可以过一下冷水 然后之后我们拌一下橄榄油 这样面才不会就是立刻囚在一起 这样子 好 谢谢 谢谢 OK了 我吃面面 什么 你还要吃哪一个 面面 你还要吃哪一个 太好了 我这个是完全没有塞好的 我们原本想要塞那两个爪宝兄弟 但是爪宝兄弟完全不受控制 好 好 我个人是没有办法一次炒太多面的那个食量 会觉得味道会跑掉这样子 对 对 他完全 有橄榄油 有 好吃吗 他其实已经有放过橄榄油 在里面 他会那个是不是 好 好 好 是非常的 对 我很随性 好 其实这道菜的调味道也非常的简单 然后只是大家可能会不太不太知道说 其实这两个东西呢 他是可以加在一起这样子 好 我们加一点点的 因为刚才已经有加过橄榄油 我们可以加一点点的那种浴室的和风酱油 这个好特别哦 对 对 可以加一点浴室和风酱油 在这个Angel Hill里面 所以是有一点用浴室的做法 有一点浴室的一道里面 对 我们加一点浴室的这个拌炒 好 然后可以加一点白酒 其实刚才在煎那个海鲜的时候 就应该要加白酒 但我忘记了 所以我就 你不喜欢喝酒哦 可是 我不太喜欢这边的说酒真的还蛮好喝的 那我这时候我们在做 但是我们是在做食物料理的时候 算是一点点提它的味道 那但是因为有温度 它不会有酒精的味道 ok 你吃吃看是香香的味道 好 嗯 然后一点点的那个 沙拉酱的部分 其实还好 嗯 嗯 老师那你在做菜的时候 如果你要试食物 你都会用什么东西试 试 试那个味道 我也是耶 我都直接双手万能这样 对 然后加一点点一点点的美乃滋 有没有很日式 这个蛮特别的 我没有看过加美乃滋 对 它有一点 从哪里来的敏感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给小朋友吃 因为小朋友喜欢这个味道 对小朋友喜欢 再帮我加一点水好不好 好 然后对于 其实我当初要写食谱的时候啊 对于我自己一个很大的挑战 就是 食物的 呃 调味料的分量 因为我 我 通常人家 人家问我 我就说就是适量 然后你要 靠自己的味觉去 去 呃 去 多了 就 你管是酱油每一个品牌的咸度都不一样 对 对 你要加多少 真的 这种 我吃也不太快乐 它就会变直的 嗯啊 可是比较慢 还不错呢 好 其实差不多就可以起锅了 哦对不起我要加毛豆 我忘记了 加一点刚才的毛豆 哈哈哈哈 不会我很有肌肉的 哈哈 好 然后我还是会加一点点胡椒 让它的香味出来 好 好 我觉得其实差不多了 嗯嗯嗯 就加一点也觉得好了 好 好 等一下 拿个小朋友要上来试吃 拿个小朋友 好好好好好 上来试吃个小朋友来一起你们吃冰淇淋哦 怎么办 还是没有 不用 不然 不然 那个 王姐你上来试吃 妈妈等一下给你玩20分钟的手机 耶 哈哈哈 你说现在小孩是不是 你想要把他们 这位可 这位可爱的妹妹 很好吃 对 非常的好 非常的好 还OK 还OK 谢谢老师 给 给 他只是要把他 想办法把它平均 然后还要摆盘 好 永杰现在示范的是 鲜虾干贝毛豆的天使面 天使面 这是我们今天永杰的第二道料理 都是非常快速简单的 可以帮我把 工作人员可以帮我把这个炉先关掉 我怕等一下小朋友会碰到 那个 那个 谢谢 我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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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 无心果 对 对 好我们铁人妈妈呢 讲永杰 永杰的第二道料理 鲜虾干贝毛豆 还有天使面 这么轻松快速就已经完成了 希望大家也可以回家自己做做菜 那 买永杰的这本书呢 其实非常实用 那其实它虽然就是brunch 可是呢 其实它可以应用在很多 你就觉得肚子饿啦 在家里料理是非常简单 快速跟美味的 好 完成了 然后其实呢 像这个的部分呢 也可以撒一点点的起司粉 对 一点点的起司粉 提它的味道 它就是一个中西合璧 比较我们讲比较绿式的 好我们 掌声谢谢 永杰第二道料理完成 请给他一个掌声 鲜虾干贝毛豆天使面 来我们来拍照咯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好 让这老师一起 我们两盘 漂亮的 鲜虾干贝毛豆天使面 轻松完成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色香味俱全 那待会呢 永杰亲手做的天使面呢 要请大家来享用 好 这样子 好 这个穿的情侣装的 Roger老师跟永杰呢 今天相当有默契 然后两人合理完成了 今天第二道料理 是不是非常快速呢 好 而且呢 我们待会就可以品尝 好 谢谢 好 谢谢大家 可以给我一个筷子 然后我要给小朋友吃 好 我们的永杰来独角时间 这个妹妹 韦妮 韦妮又出现了 太可爱了 真的很开心 耶 诶 请问这位玩手机的小孩 出去把你的手机先收起来 等一下再玩 对 好 来先拍照 一 二 三 耶 好 来我们来试吃一下哦 来 来先看前面哦 来 往前来吃一下虾虾 看看啊 吃完大的虾虾 好不好好吃 好烫吗 OK 吃下去 可不要吃 好吃吗 还OK吗 妹妹 妹妹定格很久 妹妹定格很久 妹妹来 好来 吹吹 妹妹 妹妹你好专业哦 哇好可爱 好来 插口 耶 好不好吃 妹妹好可爱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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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帮你带回家养吗 不是 还蛮理智的 妹妹那你要不要跟阿姨回家 阿姨再做好吃的东西给你吃 可以 你要跟妈妈回家 但是她要吃永洁的阿姨的好吃的 再吃完再跟妈妈回家 那你吃完还是可以回家啊 好那你吃一口面面 看面面好不好吃 很好 有点咳哦 好那你要不要 你要怎么办 我们把咳先吐出来 阿姨没关系 好来 OK好太多了 好 OK这样好 OK OK吗 好吃吗 好吃 那你告诉大家 转过来没关系 告诉大家 我做的菜比较好吃 还是你妈妈做的菜比较好吃 谢谢 妈妈在哪里 我也是说妈妈 妈妈难过了 妈妈去上课了 是哦 妈妈把你丢在这里哦 好 反正妈妈没 妈妈接我工作 来 来没关系 那妈妈去上课了 好 那如果妈妈问你 说我做的比较好 永结阿姨做的比较好吃 还是妈妈做的比较好吃 你会说谁 还是我 永结阿姨 你怎么这么贴心 好 你需要喝一口水吗 需要 我觉得 好等一下在旁边喝水说 你需要小小的水是不是 好 那我带你去喝小小的水 好不好 好 好 好可爱哦 好 那我们大家给韦妮一个热烈的掌声 好 谢谢 太可爱了 好可爱的韦妮美眉 谢谢你 好 来 好 谢谢韦妮 谢谢永结 那我们再请工作人员帮我分一下 来 工作人员 好可爱 好 我们现在呢 就请大家要享用我们永结的第二道料理 那因为永结的两道料理都已经完成了 对不对 我们是不是呢 有个永结一个 掌声 谢谢 谢谢 我们这么快 十七松就完成了 所以永结已经做完菜了 好 到台前 好 我们再请Roger老师 Roger老师 来 我们的Roger老师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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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道料理轻松完成 我们眼中的美丽的永结 他不只能美丽漂亮会三铁 但是呢 很多读者未必知道永结非常会做料理 那今天的书的主题是brunch对不对 可是我想问一下Roger老师 我知道其实永结并不只只会做brunch对不对 那你心目中 因为你自己也很会做料理 那你吃过永结就是你到他家做客 其实他中式料理西式料理很多都非常会做 甚至很多家常料理跟艳鹤大菜 其实也难不倒贾永结 对 那你再就是回忆一下你眼中看到的贾永结 除了三铁铁人妈妈之外呢 在料理的这个贴份上还有努力上 还有这个搞定全家 以及亲朋好友的味蕾 还有什么要跟读者分享 你要把那四个字讲出来啊 那四个字啊 你助理疯我的那四个字啊 我前助理对他解释的是疯 迷恋到一个程度 然后其实永结出这本书 当我拿到我看了一下 其实我是很感动的 因为我们虽然私底下很熟 但是我知道他是一个本来不会烧菜的人 那从他走入家庭以后 那你知道他的三铁 他的烧菜 他这一切一些都是他从走入家庭以后做的人生中 非常非常大的改变 那我们不要讲我们在他家吃过的那些大菜 就是桌上请客的烟菜 那个他是很会做的 而且摆盘啊各方面都很好 可是这本书 我觉得让我比较感动的是 我看到那个妈妈的爱 就是那个妈妈真的是因为爱他的小朋友 然后呢他去设置很多让小朋友 他虽然不是那么传统的做法 也许可能对真的很会料理的人来讲说 你这是什么东西 这个也放一点 这个也放一点 这个也加一点 可是他就是把他小朋友喜欢吃的东西 把它都放进去 然后让小朋友可以吃的健康 让吃的开心 那我觉得妈妈的爱永远是最伟大的 那这个是我觉得有写的书 那这本书出来 我在看的时候 他已经超越你知道对食谱 或者是对这种简易料理的 让人感动的地方 那我觉得他这个东西不是一个规范 他就是要告诉我自己认为 他就是要告诉大家 你就做你小朋友喜欢吃的东西就好了 用你喜欢的方法 那没有什么大吃或者是大厨 规定你要这样子做 什么要两分钟 什么要一分钟 不需要 不需要小朋友的健康 小朋友吃的开心 能够营养均衡 其实永远是他放在最重要的部分 所以他就会去变化 那这种感动我觉得是 是真的还蛮感动的 我不是在称赞你 我是 谢谢 就由心里这样子 这样子真的感觉 在我看完这种苦之后 其实也是希望 给很多的妈妈一些idea 就是说 其实早餐 我们也可以每天做一些不同的变化 很快 很快 对 泳杰认为 谢谢老师 我觉得认为早餐非常的重要 所以呢 因为身为三个孩子的妈妈 早餐是他给家人 就是最重要的第一餐 所以呢 没有错 泳杰每天很早就擦起床 然后 其实呢 这本书 大家可以看一下泳杰学的序 我是边看边微笑 因为就是说 我们演作的泳杰 他担任妈妈这个角色之后呢 每天为了担个小孩子 为了叫起床 然后就是很困难 然后就展现吃好风 真的 就是我们平常也希望就是 当一个美美的妈妈 在那边做菜 说小朋友宝贝 来吃饭咯 乖乖起床咯 好嗨 早安 Good morning 非常美好 对 我们也很想要 当这样子的妈妈 王之恩同学 不要再玩手机了 你告诉大家一下 你妈妈 你妈妈平常叫你起床的时候 是很温柔的 还是很凶的 我们来讨问一下 很凶还是很温柔 很凶 妈妈都怎么叫你起床 怎么叫你起床 可是都叫你肉语吗 我都会就是很很大声的说 王之恩起床了 立刻 好 然后呢 我觉得 就是会很 谁很小心 谁很小心 她妈妈都叫她起床很小生 很小生 很小生 你妈妈 你妈妈都会很小生 是不是 你妈妈不正常 很正常吗 很正常喔 真的喔 那如果是很凶的妈妈 正不正常 不正常 我是不正常的妈妈 就是其实 那等一下 你妈妈生几个小孩 一个 是啊 就是你一个 剩一个啊 对啊 等到你妈妈生三个的时候 也会变狮子 很会变狮子 很会变狮子好吗 好 不是 臭屁变狮子 好吗 什么会变狮子 应该寿物园 寿物园 寿物园才会变狮子 狮子很凶对不对 像老虎一样 真的喔 那我跟 跟妹妹讲 要跟大家讲喔 其实喔 勇杰阿姨 她 其实很温柔啦 可是因为呢 没关系 我都已经不在 正常的妈妈 生了三个小孩 每天要叫起床 很难叫 就会变成不正常的妈妈了 这会变成一只食 但是这很辛苦 对不对 可是 就算是每天呢 要施喉公 她还是坚持到底 每天都要做早 早午餐 给她心爱的小孩吃 那今天呢 我们贾永杰 她出了她的第一本的食谱 这个缘起 跟大家报告一下 就是因为 永杰会在她的粉丝页 这个脸书粉丝页上 分享她每天 都做了什么料理 给家人 那这个粉丝呢 就说 哇好棒喔 看起来色香味俱全好好吃 那永杰不妨呢 把这些作品呢 就把它集结 变成一本食谱 好可爱喔 所以呢 这就是这本 贾永杰 铁人妈妈的Bunch的这本 新书的发想 这本出版的缘起 谢谢 其实永杰呢 她的厨艺非常高超 没有 那其实呢 我们第二本 不同主题的料理书 或许永杰未来 可以考虑一下 来出家常菜 宴客菜的呢 如果有机会的话 可以挑战一下 但是我相信 因为我自己会觉得 很多人是非常非常会做的 是 所以我其实是非常一些 自己心目中 或者是自己在厨房 玩料理的一些心情 这样子 没有错 好 妹妹蛮纯的耶 不错不错 我四岁 你四岁 你好活泼喔 这么这么可爱的小孩 好 乖 天使面 好吃 好吃 真的吗 因为其实在这边坐 我也不太好意思 就一直试啊 什么的 然后想说好 就这样 谢谢你们不嫌弃 谢谢 好 接下来的时间 会有一个媒体联访的时间 那我们先让我们有节奏 让周老师呢 先进行媒体的联络